楼阁玲珑五云齐 其中错约多仙子 来俊玉的《长恒歌》里 描述着仙山和仙子 在赵伯居的仙山楼阁图里活了起来 云水流动的仙山之间 有一座凋梁画洞的楼阁 驾鹤的仙子仿佛正向你飞来 楼阁的屋底侧面 露出了封闭的三角形墙面 人们把它称为山花 而且屋顶有两层屋檐 就是所谓的虫檐 这就是典型的虫檐歇山里 所谓的虫檐就是有两层 或是两层以上屋檐的屋顶 像画中的虫檐歇山里 而歇山顶又称为九极顶 它有一条正极 四条垂极 再加上四条呛极 由于垂极与呛极之间折断了一下 好像歇了一些 就被人们称为歇山顶 赵伯鞋 是宋太祖赵匡应的七世孙 他的祖父赵令王 他的弟弟赵伯树 都是著名的画家 也都擅长画金币三水 他也都擅长画金币三水 也都擅长画金币三水 也都擅长画金币三水